最近消息带来关注是大国关系 主要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6号会举行 那么到时候会有件大事发生 什么大事呢 英国的外交大臣就是这一位 他叫做科维利 他证实了 他说到时候呢 他会跟大陆的这个国家副主席韩正来会面 因为韩正是代表中国大陆去参加这个加冕典礼的 同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呢 他今天接受BBC访问的时候 他已经事先放话呛吓预告了 他说他见到韩正的时候呢 一定会当面 就是当着韩正的面 提对大陆不满的地方 包含他有预告 他说他会提香港问题 还有新疆问题 好你看到现在英国的外交大臣呢 他已经预告呛吓 说要是当着韩正的面 提这些问题了 好另外呢 大陆无人机又来了吗 这一回同样是日本的讯息 比台湾的讯息还要快 这是刚刚日本防卫省 在那个推特上公布的最新讯息 我们把这个原文结出来了 那稍微翻译了一下 主要是日本方面指出了 在今天中午前后 有一架疑似是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从东海出发飞过来 好那通过了这个宇纳国岛 跟台湾之间飞抵太平洋之后 在台湾的东侧太平洋上空飞行之后 确认呢 往这个无人机往巴士海峡的方向飞过去 好对此呢 日本的这个航空的自卫队 他们是紧急让西南航空方面的战斗机 紧急升空来因应 这是当时大陆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飞行的轨迹图了 而这架大陆的这个无人机呢 是相隔六天之后再度出现了 也让日本是高度关注的 但是目前我们台湾的国防部 是还没有对此发表任何 有关于这架无人机的讯息 好这个最新提供给您 感谢观看